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伯 來東京旅遊應該不外乎是吃勺肉、炸薯排、拉麵、壽司、天婦羅吧 那鮑伯這次的影片就各介紹一家 這些店都是名店,而且都沒有在東橋其他YouTube影片出現過 大家也敬請期待吧 但從此之間這些店也要排隊期待唷 大門 鎮太院 這家燒肉店在塔貝勒谷不但是百名店 在Google上也有4.3分的好評 預算大概落在6-7000日幣左右 東京高級燒肉店動輒1-2萬日幣 鎮太院的CP值真的算非常的高 好吃的燒肉店當然肉非常重要唷 鎮太院每天從老客戶肉店中進貨高等級的肉類 真的吃下一口幸福的感覺 馬上就從口中散發 有好的肉也一定要有好的烹調器材 來帶出肉的美味 烤爐、網子、甚至到炭 鎮太院都有精心挑選過 這家店最推薦的是鹽上排骨肉 在炭火上稍微烤一下 帶出和牛的香味 再加上自家製的芥末醬 真的爆好吃 另外牛肉超滿的牛肉湯也超級無敵推薦 沒有太多預算 但想吃好吃的燒肉 我真心覺得一定要來這家 這家天東屋已經創業120年了 非常非常的老字號 雖然位於一條不起眼的大馬路上 但由於這是一家名店 開店的時候就已經大排長龍了 整體的建築非常有歷史 是一個登陸有形文化財 在餐點上 徒手的衣術秉持了120年以來的傳統料理方式 主角海蠻是直接養在店外 所以每天早上會直接去處理這些鰻魚 保證品質的新鮮 除了食材新鮮以外 天婦羅中央的麵衣 以及芝麻油也有特別挑選過 支援也會確保油炸的時間剛剛好 酥脆的麵衣搭配新鮮美味的食材 然後沾一下醬油去些油膩之後 大咬一口 哇 完美 竹地壽司大粉館 這家店跟台灣人比較熟知的壽司大不一樣 但名氣也是非常高 Tabellacool有3.76的高分 然後Google上也有4.3分 這家家家務前壽司屋最重要的就是魚的新鮮程度 不新鮮的話即便刀工多好或是飯多好吃都沒有意義 這家店每天從竹地市場進貨高級新鮮的海鮮 由職人細心處理 依照海鮮種類加上煎魚熬煮出來的醬油 或是比較沒有死鹹感的高級炎炎 壽司師傅一個一個精心幫你完成 不用額外沾醬 雖然可能不到半個小時一餐就結束了 但這短短的半個小時 絕對是這項東京旅遊最有記憶點的行程之一 這家炸豬排百名店真的很好吃 豬肉是使用三型餡平田牧場的知名豬肉 特色是肉的鮮細的纖維 以及恰到好處的柔軟度 另外豬肉的脂肪讓你一咬就回甘 是非常高級的一種豬肉品牌 另外炸豬排也很重要的麵包粉 是採用麵包粉名店中屋麵包粉工廠的麵包粉 包伯最喜歡的吃法是不加豬排醬 而是灑上鹽巴 這樣才可以吃出來豬肉的原味 以及確保麵包粉有一定的脆度 西迪娃麵尊Rage 我們最後來介紹拉麵店 這家拉麵店不算是百名店 也是米其林指南推薦的拉麵名店 每天都大排長龍 麵尊Rage應該是我見過最潮的拉麵店 室外的排隊區簡直就是街排的福士店 然後可以坐著等吃拉麵也真的是蠻貼心的 那當然店內跟店外一樣酷炫 最重要的拉麵也當然是超級好吃的囉 包粉點的特製君雞壽把1100元日幣 給了四片豬肉叉燒跟一片雞肉叉燒 非常的豪邁 肉吃起來暖嫩不流膩 湯底的部分是東京拉麵的定番醬油湯底 是用豆雞和精華火腿熬煮而成 雖然清淡但味道濃厚 麵是採用帶有一點嚼勁的中細麵 總之呢 鮑勃推薦麵尊Rage 給適合喜歡吃不油膩的拉麵 然後對店內裝潢很講究的旅客喔 以上就會再次燒肉、炸豬排、拉麵、壽司、天動武加明店的介紹囉 對於這邊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東喬美片好像常常出現擺明店 所以東京擺明店是不是滿天飛呢 但其實在東京要擠進擺明店 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這些店也常常大排長龍 鮑勃有時候為了拍美食 一直花個一兩個小時排隊 因為除了觀光客以外 日本人也想要吃美食嘛 所以想要吃擺明店 又不想排隊的方式 就盡可能平日非熱門時間去吃這些店 好啦 那請大家多多加入東喬YouTube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可以拍攝更棒的影片給大家 請大家看看我們的會員開通影片 更了解一下我們開會員的原因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